大家好 又是我Amanda 我們很多時候在日常生活上都需要計算日期或時間 譬如還有幾天的項目就要完成 或者現在這一刻美國是幾點鐘等等 以往我們很多時候都需要用日曆 數一下日期或是做一些心算等等 這也非常麻煩 於是我想到要做一支APP給我的手機使用 在Nokia N9上有一個APP叫做時間計算器 這個APP可以計算日期的加減或是相差 做一個示範 譬如現在是3月4日才算 現在是加加6日 這樣就會顯示3月10日星期六 這個時間單位是可以改的 譬如可以選擇年份、月份、星期日子、工作日 工作日是1至5 星期日1至5 小時、分鐘、秒鐘等等 譬如是工作日才算 工作日就會不計算星期六日 也可以計算年份等等 例如加6年就會是2018年 除了日期之外 除了日期之外也可以選擇時間 譬如現在6點 我先當作40分 它也會計算時間 可以計算分鐘或小時等等 譬如是600分鐘後 譬如是600分鐘後是何時 也可以計算 以此之外也可以計算 一個小數點的日期 譬如是5.5日 它就會計算半天 半天是12小時 所以會在3月10日早上6時40分 這個小數點可以支援 5.5小時 那半小時就會計算 另外也可以支援減 除了加之外 可以減幾個小時 或者幾多日 自己會選擇專辯 如果想重新計算 就可以按清除 就可以清除所有東西 可以重新計算 另外一個功能 可以計算兩個日期或時間的差距 很簡單 只要選第一個日期 譬如是今天 還有第二個日期 可能是幾年後的 譬如是8月10日 這樣才算 2020年的8月10日 我現在距離 這個日期有3081日 可以計算幾個小時 譬如是7萬多小時 就很大 或者是幾年 幾年會顯示 譬如是8.4353年 這個小數點的年 也未必很容易看到 所以也會有更詳細的解冊 8年5個月 6日19小時 29分鐘60秒 如果不選時間 這個時間是半夜12時 可以選擇時間 譬如是下午6時8 至今的早上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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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也會計算相應的時間 這兩個功能可以透過這個圖片切換 App的功能就是這麼簡單 也可以切換去加減模式,按這個圖片就可以 切換時間差距模式,按圖片就可以切換 也可以在櫃檯上做切換工作 有機會我會嘗試改良這個App 再加更新的功能,或者移植到其他平台上 有時間再做這些工作 這次介紹到這裡,拜拜